军机自由巡航 自由航行 自由巡航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耳熟能详 都是美方所讲的 北美防空司令部 公布了最新的画面 在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 拦截到中俄的轰炸机 两架轰6 还有两架图95 同时声明 但是好像 一方面很高调 主动公布画面 然后反应也很大 二方面特别加了一句 中俄军机还是在国际空域 都没有进入美加的领空 特别补上了这一句 好像有点灭火的感觉 那当然这是一个 例行的一个巡航 2019年以来的第八次 但在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看到是四架轰炸机 而且这是大陆的轰6 第一次来到这个区域 所以美国反应很大 联合了加拿大就出动了 昨天机型没有写 今天出来了 包括F16 还有加拿大CF18 还有F35都参与了拦截 另外还有支援飞机 型号跟架次不明 加了这一句 然后当然各媒体就有分析 CNN中俄两国首次在空域 展开了共同行动 展示中国军队有能力 向美国本土投射力量 投射什么核弹吗 这两个都有投射核弹的能力 那这个大陆专家就在揣测 因为轰6来说实话 它怎么过来的 它要进行空中加油吗 那有人说运游20 其实就在附近 那或者它是由俄罗斯本土机场起飞 要不然就是呢 注意到没有 7月6号 7号 白令海的海峡 发现了很多艘中国军舰 也有可能从中国军舰上起飞 所以它有三种可能 要不然不可能飞这么远 那美国智库也写了一篇 这个美国应该要增加核潜艇 还有核轰炸机的部署 跟韩国日本达成核共享协议 那美国计划要把核武器 部署到中国的周边吗 这个丽将军看一下 这个事情美国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还有来 我们丢出来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美方所发布 当然这个大陆把这个效果做出来 你看这个加拿大的CF 这个188有没有 美国F35等等 一字排开 轰六啊 中美俄加罕见的空中铜框 其实它后面那个应该是F18 它多打一个8了 188对对对 把它插掉插掉插掉 这是这个中国他们发布的网站发布 对对对 西是加拿大 然后F18 加拿大的F18 立将军好细心 那我特别说 这个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 其实对他们来讲 美国是非常重要的 它每年都有一个时间 它会发布一个 这个北极 北极上空一个航机图 那是圣诞老人 每年12月25号 它都会发布 圣诞老人经过什么地方 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发布的 那它这个司令部在什么位置呢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这个下岩堡 它是一个核战基地 它的司令是上将的边之后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从这边就知道 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美国来讲 它的防空 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是非常重要 它那个核战碉堡很有名 叫下岩堡 可以抵抗核子的攻击 那这次来讲的话 我认为说是这个轰6K 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从这个俄罗斯的机场起飞 因为上个月来讲的话 大家就有一个彩测 所以有一辆运20到 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基地里面去 一个最大一个他们空军的基地 那时候大家去不晓得去干什么 所以有一辆轰运20到那边去 那现在大概解答这个答案 就是运20到那边 可能先骑了攻略人员 因为你飞机飞下来之后 你这个轰6不见得能够 在那个地方 可以用俄罗斯的零件来维修 补给或者是说检查 所以一定有一批的 这种地勤人员 先到那个地方先去去作业 所以这次来讲 那代表最大一个含义就是 中俄两国在空军的合作是最大的 然后俄国来讲也很信任 你中国可以让你的 轰炸机飞到我革境之内 甚至用我的机场 来这边做维修 做这个后勤的保养 然后在这边起飞 那昨天我有特别讲 说是怎么掩护的 现在来讲更明白 第一个就是美国防卫司令部 他们自己讲了说 有发现中国的军舰在这边 因为它导弹 也一样可以做防空的掩护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今天来讲讯息更明确 是俄罗斯派它的苏凯战机 来掩护这四架轰炸机 那这四架轰炸机 对这个美国来讲 威胁有多大呢 我们讲轰6K好了 轰6K来讲的话 它一架就可以带四枚的 这种英级21导弹 英级21就是东风21D 它是超高硬速导弹 它不是说是 不是说许英飞对地发射 它是打到外太空 在打这种变轨方式的 可以射程有到1500到2000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它在这个地方 白令海上空 发射这个英级21导弹来讲的话 可以最起码阿拉斯加是整个在 它的攻击范围之内 如果再加上俄罗斯的 图95轰炸机来讲的话 那美国来讲 几乎是国土都会直接受到攻击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显示几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你美国三不五十的 所以你到我家来 对不对 在我这边自由航行 让你感受一下那个责任 我现在也到你那边去自由航行 自由飞行一下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不管是军舰 或者是美国的军机 经常到中国沿海 那这次来讲 第二个我觉得要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也是中俄两国的合作 我昨天也有讲了 除了说是飞机之外 我们看到军舰也在这边联合巡航 那陆军也由运二十的 到白俄罗斯区那边军演 所以说陆海空三军都联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代表很密切的这个协同 那另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他特别发表了一篇 针对事情他有发表一篇言论 他发表什么呢 就是说北极海上空 如果说美国在不加上 这方面防卫来讲的话 北极海上空将来会是中俄两国 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的话 会压在北极海上空会压过美国 所以说当然他讲这句话 也是针对这件事情 他有可能要增加 要他的这种空军的预算 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不可会言的就是说 美国由国防部副部长 针对这件事情来发布这种讯号来讲 认为说是美国如果将来未来在北极海上空 如果美国再不加强他这方面的防卫能力来讲的话 北极海上空会是中俄两国的这种领空 也就是他们将来军事势力会被中俄两国所占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将北极海上空来讲的话 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 那未来一定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款 不管是航运 商业上的航运或者是 这军事上都非常重要 那俄罗斯来讲在这个北极海上空 你知道他破冰船有几艘吗 有将近50艘破冰船 那美国有几艘破冰船 只有两艘而已 那美国 俄罗斯最近下水的一艘破冰船 是什么破冰船呢 他是那种是军舰级的破冰船 就他那艘船就是军舰 只是他那个军舰可以在北极海 上面破冰来航行 那俄罗斯来讲 因为长久经营北极 他的破冰船最重的 有到9万多吨的破冰船 所以你想想看 他这不管是数量或吨位 或者是根本就是装备的 就是北极海的作战舰队 再加上中国跟他合作在一起 那制空完全掌握在 中俄两国手上的话 那美国当然会非常紧张 对 将军一讲 大家就知道 难怪美国这个反应 这个这么强大 这也是这个轰六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这第一次嘛 应该还会有第二次 第一次第一次 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吧 因为他们双方已经合作了嘛 他如果说是 可以用俄罗斯的基地来讲的话 那将来会到这边 跟逛厨房一样 山姆斯来绕一下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